1. 电脑版微信备份的聊天记录,如何打开查看? 在电脑上打开电脑版微信 进入备份与恢复窗口 点击管理备份文件 对备份储存位置目录进行复制 将之前复制的路径,扎贴到地址栏中 回车后可快速进入该路径 现在就可以看到 从手机中被奋到电脑上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文件了 这些数据经过了严格加密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在电脑上直接打开查看 2. iTunes 被奋的苹果手机微信聊天记录,如何打开查看? 首先把苹果手机连接到电脑上 然后使用iTunes 软件将苹果手机中的数据,全部被奋到本电脑 备份完成后关闭 接着安装并运行楼月免费iTunes 备份管理器 双击备份数据将其打开 再将Documents 文件夹导出到电脑上 最后安装楼月微信聊天记录导出恢复助手 对备份到电脑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查看 数据目录要设置为之前导出的Documents 文件夹 这样,从iTunes 软件中被奋到电脑的微信聊天记录就被打开了 另外也可通过导出聊天记录功能 将备份到电脑的微信聊天记录保存为外部文件 3. 安卓手机备份到电脑的微信聊天记录 复合打开查看 安卓手机同样自带有备份数据的功能 备份到电脑的微信聊天记录 也可以使用楼月微信聊天记录到处恢复助手打开查看 可以点击软件中部的使用说明链接了解更多操作上的指导 以上就是备份到电脑的微信聊天记录 如何打开查看的全过程 下期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